本包选记者肖乃昨晚上海山港队坐针组场与广州复利队的比赛 某种意义上也是两队当家射手无赖 扎哈威一次关于射手的比拼 结果无为没开二度 以16球继续领跑本赛季中超射手榜 扎哈威一次关于射手的比拼 哈威直到不时阶段才打进一球 却难改复利队一比三百倍的结果 危机感 卡纳瓦罗罕坚强记者恒大抢分 以瞄准真怪对手到昨晚比赛开始前 排在本赛季中超射手榜 前之位的球员中有九人是万元 入列的唯一一名本土射手 正式排在首位的吴磊 上轮打进一球后 他以89球的总进球数加冕中超历史射手王 昨晚 上岗队赢来了曾经在上半城大比分取胜过的复利队 在外界看来 比赛走势将取决于两队头号射手吴磊 扎哈威的表现 吴磊也是用了进来的火热脚感 他在比赛中没猜而渡 并仅是上眼帽子技法 16个进球让吴磊继续向澳中超射手榜 而这个赛季吴磊的目标恐怕 也不只是为免中超本土射手王 而是从外人手中夺下中超金靴 相比于吴磊 扎哈威 昨晚则暗淡许多 由于副利防线漏洞版出 给了上岗队诸多破门聊机 因此在防守压力持续走高的情况下 扎哈威得到的支援非常有限 他也直到补学阶段 才打入各队挽回面子的一球 个人塞起第14球 为上岗队打入另外一球的 尸体补杀兽吴磊军 上岗队取得两连胜后 继续排名积分保 第三位 而复利则遭遇三连败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 外界有人解读认为 是复利对为了接下来 与国安队的足血杯半决赛 而可意识利 在连赛近况糟糕的情况下 赢得足血杯桂冠 无疑是复利队 争取下赛系亚冠入场权的最好机会 在昨晚中超的其他比赛中 山东路能翻比一站上河北华夏幸福 江苏苏宁0比0平重庆自威 河南监验0比5赴于广州恒大 上海深花3比1大盛贵州恒丰 天津太大0比0站平天津全界 V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